OK 微管素組織或者是傳統稱之為叫做疏導組織的部分 那這兩個的話基本上呢 概念上不會誤解 現在重點是 當我們在觀察微管素這個構造的時候呢 可以將微管素呢 分成 然後可以將微管素分成兩個部分來談 就是任兵部 以及木質部 那這兩個部位呢 功能上當然有一點區隔 就是任兵部的部分呢 它主要運送的物質呢 就是以有機物 比如說蔗糖 比如說它是基酸 那延代龍以前提到一個概念 其實 因為你要運送這些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是需要透過水來帶動 然後任兵部裡面呢 它會營造一個條件 就是那個壓力 在管子的兩頭呢 一頭壓力比較高 一頭壓力比較低 所以這時候養吞的流動方向呢 就可以從壓力高流向壓力低 所以任兵部就接下來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那你每次在談到任兵部的營養的物質的流動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找哪一頭壓力比較高 哪一頭壓力比較低 你一定要把這兩頭先確定起來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它的流動方向 所以任兵部比較難去討論說 絕對是由上往下 對植物體來講是由上往下 還是由下往上 那木質部就比較明確 木質部的話呢 當然它主要運送還是以鹽類 然後這些鹽類呢 當然還是透過水來帶動 那它的方向比較明確 因為那個植物吸收水的水跟電解質的部位主要是根 所以它的流動方向呢 比較明確是由下往上的 可是到底會用到什麼樣的細胞 任兵部呢 總共用了兩種細胞 一個呢 就是腮管 就是我需要管子 那那個負責形成管子的 就是腮管細胞 然後接下來 腮管細胞有一個問題 腮管細胞呢 它當初為了運送那個液體的時候呢 做了相當的犧牲 就是沒有核 OK 細胞沒有核 你現在把它改造從球形 然後呢 改造成管狀 這是改造方向之一 可是等到你液體流動的時候呢 那個細胞核 就是明顯的障礙 但是你要想到它只有這麼一顆 好 應該拿掉 跟沒拿掉的差不了太多 事實上 我跟你講 細胞裡面齁 你不要光是用刻本來想像細胞這隻的那個樣子 拿掉了這顆核 請問它連帶的拿掉有什麼東西 連帶的就可以拿掉細胞核附近的很多細胞骨架 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東西是從細胞核表面發展出去的 內脂網 可以看到嗎 所以意義不是真的只有拿掉這顆 你以細胞核來說 實際上它佔的體積真的不是特別大 跟它周邊的這些細胞骨架像尾管 像那個內脂網 你一口氣可以拿掉不少 那這個犧牲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沒有核之外呢 它能感是活細胞 因為它要運送的東西都是有機物的 有機物其實有一個不錯的環境 就是原本那個細胞值那種條件 其實對有機物的穩定性應該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它雖然做了這樣的犧牲 可是它還是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細胞值 然後呢 還是保留了細胞膜這個組織 然後 可是因為它的沒有細胞膜之後呢 很多正常的一般的細胞的代謝作用就沒有辦法進行了 包括ATP的產生就不正常 所以這時候呢 它要找一個 國畢細胞來負責協助它 它那個細胞我選擇的半細胞 可是半細胞其實 植物的演化裡面啊 還記得植物演化嗎 植物的絲大家族 從顯胎 然後絕類 模子 對 那 睡著了 我很開機 好 再 等一下我忘記我要講文化 我剛剛要講文化 我剛剛要講文化 是這樣 等一下 四大 不是 為什麼要講四大這樣做 我 要失敗 沒關係嗎 好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呢 那個顯胎呢 還沒有發展出正常的微管術 絕類它是有 螺子也有 那絕類之前呢 我們還沒有看到 就是說 有那個很明顯的 就是有專屬的薄壁細胞 用來協助塞管 所以絕類之前 通常我們比較不去談半細胞這個角色 就是塞管 塞管旁邊呢 只要是薄壁細胞都有義務 要去協助它 那後來到了貝子植物呢 所以那個半細胞到貝子植物 才有這個成功 就很明顯在那個 那個微管處這個 這個解剖構造上面呢 你發現有比較這個明確 它特化 然後專門用來協助塞管的 這樣OK 所以脖子植物之前 是不談半細胞這個詞的 這樣看好 好 那所以半細胞 如果它是一個薄壁細胞 它是處於貝子植物特有的 然後它是處於薄壁細胞 那薄壁細胞當然應該功能上 這樣聽起來是完全正常的 然後 塞管雖然沒有核 但仍然還是算是一個薄細胞 好 所以整個鎮皮部呢 基本上主要的儲存 都是薄細胞的 那木質布的話呢 木質布基本上 我們要的只是它的管子 而且它因為裡面 要把電解質回屬 要把水分 然後呢 可能還有一些小數的有機物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細胞質的環境 就不見得是一定要保密的 好 所以木質布呢 全部都特化 就變成是死細胞的管子 那這種死細胞的管子呢 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呢 概念上 認為可能比較原始 叫做管包 因為它保有那個細胞的輪廓 那你也可以把它叫夾導管 所以叫夾導管也對 那個夾其實也是在影射 它比較原始的概念 它比較原始的概念 你看 然後 這一種的細胞的外型 一般都是這樣子 比較長 條形 兩種尖尖尖 好 那細胞壁都還在 這如果等一下細節我們會看 那第二種呢 就是 你這種 這種管子啊 就會有個問題 那個細胞壁都還在的話呢 液體在流動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障礙這樣子 因為你要穿過細胞壁 所以 後來改良板 改良板呢 就變成是 導管 那導管呢 就好像我把上面的細胞壁拿掉 下面的細胞壁拿掉 只留下旁邊 那真的就像一個管子 所以到時候呢 管子不夠長 都可以直接用結的方式 去結起來 所以那個木質布裡面呢 基本上都是實細胞所形成的管子 你找得到完整細胞輪廓的 那個叫做管包 那如果實細胞壁有 尤其在頭尾這個地方消失了 它應該是那個導管 那這地方就會又突顯出一件事情是 被子植物呢 我們這地方再分一下 被子植物呢 再分單子跟雙子 那我們就發現呢 螺子植物幾乎都是管包 然後雙子植物呢 是管包 跟導管 並得用 然後到單子植的時候呢 絕大多數都是導管 所以如果配合演化的趨勢 我們可不可以講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改良後的結果 對不對 因為 雙子植物 但被子植物相對出現的時間點 會比較晚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路發展 你看一開始 螺子植物只有那個管包嗎 然後後來呢 就是以導管為主 所以也許這個是配的演化趨勢 一個結果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樣來看 也許這個是一個 比較原始做出來的管子 那這個是已經 為了加強那個運輸效能 那不管導管還是假導管 這兩種細胞呢 都是死細胞 所以木質布 木質布裡面呢 主要都是死細胞 那會不會全部都是死的 當然不會 因為木質布跟任命布 不是可以更新 對不對 如果你有微管塑形更成的話 我就可以去更新那個 就可以去更新 然後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細胞的組成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剛剛很微成熟的細胞 是我的 現在可以插電嗎 那你們有這麼多人 為什麼他蚊子已經要找我 這還蠻圈的 還蠻圈的 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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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怎麼看 等一下 先開一看 開一下 開一下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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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拍買了沒有再用 換了不夠再買一支 OK 剩下要看圖片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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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